是一個大勝功的學員 是 那個 謝謝妳告訴我這麼多 妳的過去的心算是 哈哈哈哈 第一個問題是 我是個 很不容易相信的報導 或許是這十年來 四十年來那個 看那個 大眾媒體 讓我十分的厭惡 但是即使面對 像妳這樣的人 我都會還是多多少少報導 所以 但我不是說妳寫報導什麼 我只是不會去想說 妳這樣寫是有落地的嗎 不會去查 因為現在上網了很多地方 那 就是 我該如何去判斷 這篇報導的真實行為 那第二個是 妳有沒有跟環保團體 有分在對立面的時候 那妳怎麼發現這個 就是說妳原本應該是被大眾認為 妳是 遺落事發生 可是當妳發現 某些團體訴求的可能比較偏迫 妳能不能產生對妳的事 我還是行家一共就問兩個很難回答的 的確是其實我們現在看媒體 妳都會覺得說 就像我剛舉那個例子 我如果寫字幕式請教 我保證妳看不出來 所以那個媒體裡面的那個真真假假 是妳們所知道的那個真真假 因為我可以印很多東西在裡面 像我以前就會很聰明 比如說報社子叫妳寫六百字 那妳就會把妳想寫的東西 寫到寫到他六百字裡面去 好 光一個就是說 我今天我訪問的時刻 我就會挑幾個 我認為我想 我想把他講的話寫上去 這個也是記者挑採訪對象 那也是一種 一種操作 簡單講就是也是一種操作 我會說那妳講的有理我認同 妳講的沒理我就是不分 那兩個進去 所以那個新聞的真真假假真的是真真假假 那其實我沒有 即使是我沒有惡意 我是希望把我認為的 那其實那個挑選的標準也是我 我認為我認同才放上去 所以妳又看到媒體有時候寫說 那假說什麼妳說什麼 那其實都是被記者挑過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讀者怎麼樣去知道那個事情的真偽 其實包括我 我看一個事件我都會 因為我只能多看 比如說我關心的議題我就會看 比如說世報或是電視我都看 像最像何能我就會把所有報紙 所有雜誌 所有人寫的拿出來看 那看到中間的矛盾點是什麼 那因為我比較有管道 我就會去問可能知道這件事情的人 去驗證說他講的對不對 他講的對不對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台塑 其實台塑因為他現在有媒體的力量 所以妳就會發現 某個記者一直在幫他講話 那他也沒有說法 他選擇性的講 那我們比較站在這邊的就會 也是講白也是選擇性的 也是選擇性的講 就會覺得 那個連媒體的勢力都會影響那個報導 所以我只能多問人家 你看過這問題就說 妳沒有別的辦法 妳只能多看 為什麼每個人寫的不一樣 那妳有辦法就像妳剛剛講 妳上網Google很方便 妳就會去查到底誰講的對 誰講的錯 其實妳累積久了之後 像很多老師就會覺得我講的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一個記者到後來妳也會有品牌 妳要不斷的累積妳的可信度 那久而久之呢 妳就會知道說 我可能看誰的或是問誰的就不會錯 就不會有錯 所以只能這樣 然後盡量的盡量去判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讀者 比較少做這種功課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妳媒體亂寫 妳讀者要有閱讀的自覺啊 可是那自覺就是妳背後要有自己 要做一點這種功課 妳才有辦法 那久而久之妳就會知道 其實妳大概看誰的不會有錯 可是基本上妳是看獨立媒體 因為這邊文章全部都是我個人的意志寫的 可是妳如果看報紙或是電視台 妳真的那個真偽 因為那個一個希望的完成 不是那個人完成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可能裡面掛我的名字 可是贏很多別人寫 被長官改的啊 還有我的長官會把我的寫的稿 給我的敵人看 然後我的敵人就會 就會反過來改我的稿 因為這個東西很複雜 所以我覺得 讀者只能做這些事情 就是多看 很多比較 然後妳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判斷 那什麼判斷 就是妳要去做功課 妳剛才講說那個跟環保団體 我想對立面 與其說對立面還不如說 其實妳不要 像到現在也是這樣 有些人就會說 妳們環保団體 妳們環保団體 那很多的老師會訪問我 我說那妳訪問我 我是代表誰 他說妳就代表環保団體 我說我不是環保団體 我說我不是環保団體 我不是環保団體 我一直跟他講說我不是環保団體 所以我盡量的站在中間 但難免心情上會偏那邊 其實環保団體做很多事情我都不認同 我都不認同 我們光講說 昨天好了 昨天他們在講說 大家知道高平板壺嗎 高平板壺要不要開房 比如說現在開記者會真的很腐爛 不要想說我去參加記者會 也要早早起來化好裝 也要坐車去 結果妳又給我亂說胡說八道 講了一個東西 那妳到底要怎樣 所以妳會發現很多環保団體開了記者會 記者就是會去 有些記者會 記者就是不會去 為什麼 妳就會覺得他就是會講一些有的問題 妳就不會去 其實我常常質疑環保団體 所以當時環境記者 妳絕對不是環保団體 像我反問的話 我會同樣的話問妳 同樣的話請妳 比如說妳就會說我要反核 我就會問妳說那妳為什麼要反核 妳就會說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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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沒有核能也不確定啊 我說為什麼妳拿出證據來 妳告訴我妳憑什麼講剛那句話 對 所以妳要同樣的去質疑環保団體 妳實際大概也會讓它進步啊 然後像昨天高頂大午有人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說妳看妳看她 她蓋這個湖根本就不是為了湖 據我們所知呢 我有拿到一個營建所的圖 就是要在旁邊開發土地 那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妳這個記者會白開了嗎 前一天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為什麼 我說妳要開一個記者會 妳就要拿出實際的證據嘛 對不對 妳告訴我說這個湖旁邊 已經設定了要開發 妳是要告訴讀者什麼 妳要告訴民眾什麼 我開我的湖就開我的湖 旁邊要不要開發 我就跟他講說明天官方一定會回妳這樣 就是我開湖的確是為了水資源 至於周邊的開發呢 我們並不知情 就算有呢 那也是因為環境的那個改變 所以他們要開發 所以兩者並不衝突 我來隔天南水局跟引進水 都是這樣講 像這樣我就不認同他們的做法 我就會跟他們講 那妳想問我為什麼 我用什麼管道跟他們講 對不對 就是妳不可否認就是 我要很誠實地說妳的確跟環保台 妳站得比較近 而且我有時候會比較縱容他們 這是我事後自己見他 我會縱容他們 就說他們 妳看他這麼辛苦對不對 這麼辛苦又出來反中反西了 那就是會比較縱容他們 可是我後來發現 縱容他們就是在害他們 就是說妳要怎麼樣公平地去對戰那件事 所以妳看到我是不太認同環保記者 他去一個有時候我去返河 我身上就掛著一個返河 不要有下一個葡萄 就去在身上 欸我個人不是很認同 我覺得妳當妳站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基本上妳就是一個報道者 那話說回來就是說 其實妳今天報導是為什麼 妳說我希望環保署能夠改變那個政策 可是他如果看妳披那件衣服 不然就是妳去採訪六卿上面就寫六卿王八蛋 類似這樣很多很多記者就這樣 土地正義 在電腦面板上貼很多土地正義 什麼搶水 然後那個面板 你知道我記者採訪開會是這樣嗎 記者是這樣嗎 電腦要打開 我各位就只看到那個 我各位王八蛋搶水 不要再搶水了 土地正義 妳覺得他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我一直希望我們寫的報導 能夠影響那個有權利的人做出改變 所以像這種事情我就會比較小心 當然我這樣講很多人會挑戰我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妳媒體就應該要運動嘛 要攝錄 妳要攝錄然後去造成那件事情改變 可是我覺得媒體報導 妳要公平呈現很多資訊 所以我就會常常挑戰他們這樣子 這樣我回答妳的問題嗎 妳是說妳盡量總理 我盡量總理 對 那就是妳也期待有不會感應 對 但是前提是妳要知道他必須要感應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妳為什麼會知道就是因為妳要靠不斷地理解 對對對 對對對 而且妳記者一定要寫到厲害的 厲害就是說妳就要寫到 它的確就是那個關鍵 對不對 那個關鍵是什麼 那如果一天到你讲一些无关痛痒的 我们要反合 其实要是我写 其实那个核能背后的正商结构 是很绵密的 你要去戳破那个正商结构的绵密 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台湾花太多时间 在辩论那个核能 可是我没有辩论到真正的那个核心之后 所以社会就消耗很多力量 在核能的异体上 现在公同 你说环保团体 环保团体最近又说我们要修公投法 可是你会觉得核四的问题 重点是修公投法吗 不是嘛 很多人摇头 重点就是如果你今天 我们有到几公务员在这边 公务员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有个政策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不是天经地义吗 那公务员要干嘛 公务员就是要负起责任去做出决定 那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公投 我觉得台湾的公务体系都应该猜测啊 那反正什么事就投就好了嘛 每天就是总统我前面有个投票箱 然后就放 放所有的议题 然后你去上班的时候就是投一下 投一下 然后就是明天开票啊 这个要不要做 10比6不要做 3比4要做 这样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我要公务员干嘛 所以核四业重点不是修公投法嘛 是你要去辨证那个能源的问题嘛 跟你政策后面的结构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承受一次核灾 要不要这样 不是又搭到什么公投法 那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只要讲公投法的记者会有这种规矩 你只要看我没写 我就是我不认同你 大概是这样 打 Jack 打 BLACK